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白白国文 我是白白 那本节目呢 是由千华出版的重量级国学与古文赞助的 希望大家赶快支持我的新书 我的新书最近很幸运的获得了博客来考试分类的前几名畅销新书 那希望大家再多多支持我哦 因为我真的很担心连一刷都卖不掉 现在在台湾啊 一刷他们是出版了一千本 现在在台湾其实连出 连要卖一千本都有点困难啦 所以我实在是非常的紧张 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捧场 多多的支持 然后啊 因为我这几天就一直在想说 第一集的录播到底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什么 其实想了好多个主题 但是一直在犹豫要分享哪一个主题 那我后来就想一想我觉得啊 既然是第一集 那当然要分享的是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 或者是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一本书 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的是 庄子的逍遥游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喜欢庄子 可是我接触庄子的时间算是比较晚一点点 差不多到了 差不多十七八岁才开始接触庄子 那当我第一次读庄子的时候 我就感觉 哦 这个人的想法跟我好像啊 就是原来我以前从小的时候 就一直在思考的一些问题 原来都可以在庄子这本书里面得到解答 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庄子的第一篇逍遥游 那我觉得啊 庄子的逍遥游 其实放在现代社会 也是非常适用的一个篇章哦 因为呢 逍遥游他在讲的就是 我们要如何做自己的主人 做自己的主人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心境上要如何能够消除掉某些不开心的事情 然后成就你的自我 我觉得这是我们现代人也很需要的一个课题 那坦白说我一直到现在可能心境上也还没有那么成熟 所以我常常觉得庄子 我只要读庄子的时候 都能够让我感觉是心情比较平静的 所以今天特别想来分享这个单元 那逍遥游啊 这一篇是庄子的第一篇 逍遥游里面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他说有一条鱼 它的名字叫做坤 但是坤它其实是鱼苗 就是小鱼苗 但是呢 它逍遥游里面却描述到 坤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所以很有趣哦 就是它明明是一只鱼苗 可是庄子写它却说它非常的大 大到仿佛几千里 但是坤明明就是鱼苗的意思 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 诶 奇怪 庄子到底在写什么鬼故事 它到底在写神话故事吗 还是它在写什么 为什么鱼苗 但是它可以几千里那么大 我们一般想象的鱼苗 鱼苗应该是非常小一只的嘛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一般定义的小 还有我们定义的大 其实有的时候它可能只是相对性的 比方说呢 我现在我手边有一只笔 然后还有一台电脑 那我的笔相对这台电脑来说 它是不是比较小呢 然后我的电脑相对来说 它是比较大的 可是如果我的电脑拿去跟我的电视机比 那我的电脑是不是又变成是小的 所以其实大啊 小啊 就有的时候只是相对比较下来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庄子很有趣的是 它说这只鲲 它是一个鱼子 但是它却有几千里那么大 也就是说它一开始就希望打破你对大小相对的这个概念 我们现实生活中其实有很多都只是相对的概念 比方说啊 台湾的学生他们的满级分 现在四颗满级分是六十级分 所以他们可能常常为了要追求满级分 然后每天都要熬夜读书 彻夜 调灯夜展 但是六十级分在台湾的学测现在是满级分 可是如果今天它满分换成了一万级分 这样其实六十级分就很低了 所以有的时候这些高分啊 低分啊 大啊 小啊 它其实都只是相对性的 或者比方说没丑好了 如果大家觉得 大家觉得台湾最漂亮的女生是谁 应该不可能是白白老师吧 还是你发自内心的觉得是白白老师 那我就非常的感谢你 台湾最漂亮的女生 假如我们以林志玲做举例好了 志玲姐姐 志玲姐姐又白 然后身高又高 声音又很好听 如果你定义这样子叫做一个美女的话 那这样子我就是一个标准的丑女 因为我的身高没有太高 皮肤也没有太白 声音也没有太那么甜 所以当你定义了什么是美 那丑是不是就相对产生了呢 所以我觉得庄子很有意思的是 它在打破很多相对性的概念 然后因为我们人会去执着某一端相对性的概念 比方说想要去追求美 想要去追求考一百分 这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定义的一种标准 那我们定义了这个标准就会产生另外一种不好的标准哦 所以呢庄子虽然他说昆是鱼苗 不过他有几千里那么大 所以呢他在这边也突破了一个大小的概念 然后很有趣的是呢 这一只昆 他原本只是一只鱼 可是他后来会化作一只大棚鸟 而且这只大棚鸟它的背也不知其几千里 所以它也化成了一只非常大的大棚鸟 那我以前第一次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说 究竟为什么鱼可以化成大棚鸟呢 鱼化成大棚鸟是在现实当中是不可能的嘛 但是庄子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他在写的当然并不是现实 鱼可以化成大棚鸟它并不只是外在的改变 它不只是形体上的改变 它是一种生命上的变化 也就是说当你不局限你的外在的时候 你就能够产生一种质量性的改变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像是台湾学生都一定认识的谢坤山先生 像是谢坤山先生他虽然有一些身体上行驱上不完美的地方 可是呢他后来靠着自己的努力还是成就了自我 所以呢庄子在讲的这种鱼可以化成大棚鸟 它绝对不是指的是行驱上的改变 它指的是你可以成就你精神上的自我 然后我们常常都以为啊庄子这么浪漫这么无为 所以要成就精神上的自我 是不是就不需要付出什么努力呢呢 但是如果你从逍遥游的篇章来看 庄子要告诉我们的并不是说 好像你只要在那边发呆在那边放空 你就可以成就精神上的自我 不是的 你其实是要付出非常非常多的努力的 因为这一只鱼变成大棚鸟以后 它需要怎么样呢 它还需要水积三千里 扶遥而上者九万里 那个扶遥指的就是海上的飓风 刚好之前前一阵子 有一部电视剧就叫做扶遥嘛 那个扶遥其实指的就是海上的大风 所以它需要拍打海上的大风 才能够乘风而上九万里哦 如果你乘在的风是不够大的话 你也没有办法飞得那么的高 所以呢换言之你要成就你心灵上的自我 其实也是要经过很多的努力跟很多的辛苦的 我最近啊刚好读到简真的一篇文章 简真的一篇文章叫做荒野之音 这篇文章里面就提到他如何成为一个作家 我刚好最近看到这篇文章 所以顺便跟大家分享 这篇文章就提到他差不多十几岁的时候 他就一个人上来台北读书 然后他上来台北读书为了考上一所好的大学 所以他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开始念书 他后来也很幸运的考上了台大 但是他每天凌晨四点就起来读书了 还有呢因为他其实他十多岁的时候 他就确定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作家 所以他就开始拼了命的投稿 可是一开始他投的稿都没有办法上 所以呢他就毛起进来 把所有报纸的副刊都搜集过来 那他搜集过来到底要干嘛呢 他就每天拿着很多很多颜色的笔 然后在那些副刊刊登出来的文章做记号 然后标重点 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他想要剖析这些文章到底哪里写得好 那我的文章跟这些写得好的文章 落差到底在哪里 所以你看他目前能够成为一个这么优秀的作家 原来他背后也经过了这么多的努力 前几天我刚好在读这篇文章就觉得好感人 他居然会这样子把副刊上的每一篇文章 然后都把它抓下来 而且花很多的时间在分析那些文章 到底写得哪里比他好 所以呢庄子想讲的是说 成为了一只大鹏鸟能够乘风而上九万里 这绝对不只是侥幸 也就是说你需要有非常坚强的意志力 非常坚强的生命力 而且当那个海上的飓风来拍打你 来袭击你的时候 你是无所畏惧的 所以要成就所有的专业 还有你要成就自己精神上的自我 其实都是要不断修行 不断的积累的 他都不是侥幸 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促成的 那庄子呢 在逍遥游当中除了提到大鹏鸟这个生物以外 他还提到了一些跟大鹏鸟作为对照主的生物 像是他提到了条跟学鳩 条其实就是蝉 那学鳩是一种小山雀 条跟学鳩就觉得大鹏鸟这种行为很可笑 因为他们觉得 诶我随意的跳起来飞一飞 然后就是跳起来 然后再回到地上 这样就好啦 这样也是一种跳跃啊 为什么我要飞到九万里这么高呢 那条跟学鳩其实就很像 我们生活中很常出现的人 我们有时候可能也会不小心成为这样的人 就是当别人非常努力的在追求他的梦想 然后无所畏惧的想要成就他的自我的时候 条跟学鳩这种蝉啊 小山雀就像什么 就像那种冷眼旁观 然后再嘲笑别人勇于追求梦想的那种人 其实现实生活中非常多这样的人 就是当别人在努力的时候 这样的人会去嘲笑他人的努力 也就是视野比较狭窄 然后还会去嘲笑别人在追梦的人 条跟学鳩这种就比较是 他只安于自己现实生活中的状况 他安于他自己原来的状态 他不想要去改变 他不想要去追求进步 可是大鹏鸟并不是的 大鹏鸟他有他自己想要成就的自我 他有他想要成就的精神状态 所以呢 当大家如果在追求自己想实现的事情的时候 遇到蝉啊或者是小山雀这样子在嘲笑你的人的时候 其实也不需要太在意 因为每一个人想追求的本来就不一样了 这几天刚好看YouTube 然后看到有一个节目叫做一条 那他刚好分享他这一集的主题还蛮有意思的哦 他分享有一个美术老师 他带了高考班两年 但是他觉得生活一直重复非常的无趣 所以他后来就跑到山上隐居起来了 他这个生活其实我也蛮羡慕的 因为他是一个美术老师嘛 所以他平常隐居在山上的时候就是画画 然后还有他后来种了一些菜来养活他自己 以及后来其实也有一些出版社找他出书 所以他的生活应该还不算是匮乏 就是写书画画还有种菜 然后养鸡养儿 他养了很多的动物在他那个隐居的山上 还有因为那是一个山上的老房子 所以房租非常的便宜 他说20年只需要4000块人民币哦 真的非常的便宜 20年居然才4000块人民币 然后他在山上生活非常的开心 可是他就说当他决定隐居到山上的时候 其实他也会遇到很多人的嘲笑 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你还那么年轻你才几岁啊 你居然要这样子跑到山上去隐居起来 所以当你想要追求一种你心灵上的平静 或者是你想要追求一些你想实现的价值的时候 其实难免都是会遇到一些没有办法理解你的人啊 但是我看那美术老师现在生活过得很开心啊 而且他甚至还说他觉得他现在隐居的地方不够高山 他说他以后想要隐居到更隐秘的地方 因为他现在隐居的山野当中还有一些邻居哦 就是还稍微有一些种田的人家 他觉得还不够隐秘 所以他将来想要再隐居到更隐秘的深山里面 他是这种生活其实我也非常的向往 也非常的羡慕哦 可是当你决定想要过一种 你心里美好的生活样子的时候 就是会遇到调跟学究这种 没有办法理解你 然后甚至会想要嘲笑你的人 但无所谓嘛 因为我们想要成为的是大鹏鸟 我们有自己想要追求的心灵的平静 我们有自己想要追求的梦想 而且我们不畏惧这些海上的飓风 很努力很坚持的想要成就自我的时候 那就不要害怕像这样子 缠啊 然后还有这些小山雀的嘲笑 这些旁人的嘲笑都只是一些很知为莫解的事情 它其实影响不了我们真正想要追求的事情 也就是说生命它本身其实就是很庞大 很荒凉的 然后一直不断的在飘荡 但是我们该如何挺立自我 然后感受自己的生命的重量跟意义 我想那就是作为人最大的快乐了 所以成就自我 然后挺立自己的生命 我觉得就是逍遥游真正想要表达的主题哦 那我今天就是分享逍遥游其中的一个小段落而已哦 因为逍遥游其实它也非常的长 它的篇章很长 今天只能跟大家分享一小个段落 那之后呢 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庄子的其他篇章哦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个地方咯 大家拜拜 拜拜